巴基斯坦庞哲普省首府拉荷尔传出剑血事件 习基克驾驶着摩托车来到科技公园附近 冲向警察检察站引爆炸弹 由于现场附近正在进行打击非法建筑活动 部署了大批警员助手 酿成死伤无数 至今已经有25人死亡 52人受伤 案发现场不远处的壁路电视画面显示 强烈的爆破力导致附近建筑物玻璃通通都被炸碎 警方事后将事件定调为自杀式炸弹袭击 塔利班武装分子事后宣称对袭击负责